請你跟我這樣過 孩子發展要把握 培養方向不能錯 請你跟我這樣過 好 這個孩子 常常出生我們是要說 將來可以連番的成就 所以要給他強項的培育 對不對 將來才有專長 但是牆上到底在哪 好像有一點難發覺 對不對 難道你不會在家那邊看 我這個小孩特別有畫畫 這個小孩特別會跳 這個小孩特別會怎麼樣 這個小孩可能 特別有語言的天分 對不對 可是這個是不是以後能當飯吃 我們也要考慮一下 今天好好來看一下對不對 不要像這個雅蘭一樣 一看孩子 他喜歡哼歌 這樣有很大的一段努力 對不對 怎樣才能知道 小孩有沒有天分呢 今天邀請到兒童發展專家 王洪哲 藝術治療師邱寶貝 小黑醫師黃聰明 以及岳婷王瑞玲 要一起來探討一下 小孩強項在哪裡 我們今天一開始 宣布我們在場的媽媽們 一個問題 你們平常有沒有在觀察 或是進行開發 小孩子的強項的請舉牌 有 這是一定要的 都有 但是瑞玲舉一半 因為這個有開發跟沒開發 他其實真的是要看 你個人有沒有時間 真的啦 對嘛 對不對 你沒空 哎唷 但是有心想要做這件事情 有心真的 可是你會觀察 但是 不見得會真的去培養他 好像現在有沒有觀察到了呢 發現小孩子強項的了 好不好 有發現強項的 孩子放下 發現強項 已經發現囉 我覺得有 哎唷 Angela媽也放下了 可是是一半耶 一個有發現到 一個沒發現到 兩個孩子喔 兩個孩子就會 有一個非常明顯 我就看到強項 有一個他強項到底在哪裡啊 哎唷 你先講就很悶耶 發育好一點的 比如大的來講 就是大的啊 我從小因為老大嘛 從小開始觀察 觀察 觀察 送去給專家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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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去不專家 就是皮指紋嘛 哦 妳有做這個啊 對 還有到那個什麼 附健就心理醫師 兒童科的 討論 醫生去諮詢 可能我不夠專業 我們交給專業 專業說的好像又不準 就覺得很悶 你看專業說 你又不相信 不是 我試了 專業的說要畫畫 他有空間感 帶他去畫畫哭啊 不愛 我付錢啊 哭啊 每天哭 他不愛 奇怪的皮指紋專家說 他要畫畫啊 給他畫畫 他就是不畫 畫到現在還是不畫 我們三個都是合 搞同發展 我們怎麼不知道 我們怎麼不知道 有皮指紋這個專業 真的嗎 就是這個專業啊 怎麼會去看 小朋友的掌紋或指紋 決定他終身的成就 他的IQ呢 這個為什麼呢 我可以畫個圖 來講一下好不好 這是我們小朋友的大腦 這個大腦 大腦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皺摺 是 那大腦其實長得非常非常的醜 那所有的智慧 都藏在這些皺摺 彎曲曲的這些東西裡面 好這個東西 它是會一直改變的 我們的大腦是 終身在改變 但是小朋友的手 大人的手 的掌紋 是出身 就是終身就是這樣子 他有改變 那會長大 那是受傷長大 那是受傷長大 所以掌紋這件事情 它是終身不變 但是大腦 它是終身學習 所以怎麼會用掌紋的 這件事情 去預估你孩子 未來會是怎麼樣呢 你這樣講我覺得我好蠢喔 那還會有 整個環境 還會有他的教育者 還有他的教導的方式等等 這些東西 一直在這邊加進來 影響他整個的一個 大腦的一個發展 所以出身看這個東西 根本就沒有意義 對 它只是一個統計學 所以僅供參考 那有些家長 因為去看了皮子紋的一些結果 弄得非常非常的緊張 因為皮子紋除了告訴你優勢以外 還會告訴你的孩子哪裡比較弱 對 那告訴你孩子比較弱的時候 那個家長就擔心了 哎呀 八大智能 他只有六大智能是OK 那剩下兩個 難道是智障嗎 那一定不是啦 那就被家長搞得非常緊張 稀稀的很恐怖 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現在的腦科學的證據 非常非常多 對 那幼兒培育的方法 我們越來越知道說 從行為上面去觀察是最棒的 還有去改善你的一些教養的一個方式 所以不要再迷思在這一塊上面 好 不過王老師說得很好 他說你要從孩子的行為去觀察對不對 沒錯 但是就是因為爸爸媽媽 一不會觀察 二他不懂怎麼觀察 沒空觀察 我觀察不出來 你才會拿去什麼什麼皮子紋 或者是什麼算命對不對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從幾個問題來探討一下 你們有沒有辦法從這裡去了解孩子的強項 好不好 來 各位媽媽們 第一個問題是 孩子的興趣等於是強項嗎 來 是的 請舉牌 他的眼神都是空洞的 其實真的有時候會 找不太清楚 怎麼樣 因為有時候他的強項你知道嗎 你會覺得他以後未來 需要用到這個部分嗎 像我們家Kiwi八歲 他喜歡玩樂高 樂高是什麼強項 電動玩具我承認是我帶他打的 他打得比我好 他自己的哪一個關卡 可是我認為 每個孩子不是都是這樣子嗎 記憶力很好啊 所以我就看不出我們Kiwi有什麼強項 可是我老二 大家 假武術 李小龍 真的 我到學校去 老師都說我是不是有帶他去學功夫 他才四歲 他擺的姿勢真的好 李連結第二 真的沒差 可是我就知道說 OK 你喜歡武術 以後可以去教武術 我就覺得都OK 可是我就看不出 我們家Kiwi強項在哪 對 如果你把強項這件事情呢 也硬要讓他訓練啊 或者說是怎麼樣 反而把他這個東西會磨掉 那有的時候他只是單純 對這個東西覺得好玩 有趣而已 結果呢 家長的心態就是 我一定要栽培他這個東西 因為他有非常非常高的興趣 那就失去了那個玩性 從中間會得到的學習 反而會更少 對 所以請家長把他單純化 有點驗描述這樣的感覺 不要太緊張 對 來 第二個問題來了 好 第二個問題是 開校還有遺傳會影響到 孩子的強項嗎 認為會的請舉牌 會 這時候瑞琳 就完全不思考了 因為她知道她的遺傳很重要 好 但是這一半啦 來 Angel嗎 我們家Alan啊 像人家小朋友還會玩什麼 鐵金剛啊 刀子啊 可是他不會 他就只要車車 哦 他要四輪車 然後他自己在家裡啊 沙發 他自己會跟自己的車子說話 我現在要帶 你要載我去哪裡 然後我要去買菜 要去哪裡 他自己都會說 還會把車子分解 哎唷 分解 看太多了會不會 沒有 所以遺傳的地方在哪裡 因為遺傳的地方在他爸爸 爸爸 爸爸剛好是在修車 然後會不會是在修車場 然後看的 所以他把它分解完之後 他自己再把它組裝回去 像輪胎 對 他會說 那我現在要幫你換輪胎 對 我現在要幫你換輪胎 然後要把輪胎拔起來 又把輪胎裝回去 像我那個老大 我觀察他 兩個地方我覺得 都跟遺傳有關 一個是 他對於吃 對於一些食材 或是怎麼樣去搭配 有時候你問他 這個湯好喝嗎 你覺得還可以加什麼 他可能就會想 我覺得還可以加玉米 還可以加香菇 什麼之類的 對 有 因為我老公他也還蠻會做菜的 這個我覺得是遺傳 另外一個就是語言了 像我兒子我現在 他除了ABC 他就很快都會背 然後教過他的這個單字 他都會記得怎麼樣拼之外 像我開始叫他 啵啵啵啵 我說啵你覺得是什麼的啵呢 他就會說 啵 啵是報紙的啵 譬如說 那啵呢 啵是什麼的啵呢 啵是蘋果的啵 哇 好厲害喔 就是我這樣一問他 他馬上自己會 從那個發音 他沒有學過這個嗎 沒有啊 他才四歲 他都還沒有去上幼稚園了 沒有 還有教你 不是 誰講都寫了 誰講的 還以為他來說就不幸運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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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算了以後還有神童 靠他就好啦 恭喜 恭喜 所以我是覺得說 有一點點的關聯系 因為我跟我先 我們的語言 我們覺得 都還蠻有一些天分 對 因為我覺得遺傳真的有關 對 我覺得是有關係 是因為你們舉牌 你們看到的案例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現在還有一位專家 我也覺得他跟遺傳有關 誰 爸爸是有名的前衛生存 也是個醫生 所以 兒子也當醫生 你看看 對啊 對不對 這是環境還是遺傳呢 遺傳也是有關係 我有一個疑問 因為我是覺得開教 也蠻重要的 怎麼說 因為我懷珍珍的時候 那時候我教 整整九個月都還在教英文 喔 對 然後像他一歲半 開始學講話的時候 他就有一天自己 就是突然從A唸到Z給我聽 蛤 對 這之前當然 就他還沒學講話的時候 我當然多少也會 教一點 教一點 對 可是他自己會從 A 我說接下來呢 那B 然後他自己唸到Z耶 哎唷 我就覺得這胎教 現在是要跟我拼了就對了 對 是怎樣 我懷珍的時候 都還在教英文 對啊 那就覺得說 所以你覺得是胎教的關係 真的 欸 邱老師 這個真的有關係嗎 這個跟胎教或一反 聽起來好像有一點關係 可是不曉得剛剛呢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我們不管是講說 先天的基因或者是胎教 你們都會發現到有一個特點是 譬如說吳文華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寶寶媽本身 跟語文能力都很好 可是其實呢 當這個孩子在你們家庭出現的時候 其實你們最常在跟他相處的 很多的工具 或是你們家最多的東西 可能都是跟語文有關係的 然後或者說這個孩子 他為什麼對吃做菜有興趣 因為他常常發現 爸爸在那邊玩那個食物 對 可是是不是他天生的基因上面 就有這個的強項 這個可能未必 有可能是因為他後來出生之後 他生活的環境 基因加上環境可能都有影響 對 基因可能本來就有一個部分 對 但是他並非全部 而是後天之後 他生活的環境 我們給他什麼東西 這是他頭一個剛接觸到的 那影響當然對他比較深 那至於說剛剛那個 真真媽媽講到小朋友 他好像學英文學很快 那是不是跟他在胎教的時候 聽媽媽教英文有關係 這可能媽媽會覺得說 從那個時間去推回來 會不會有這個原因 可是媽媽剛剛也有在回想說 當他出生之後媽媽還是常常在教他英文 常常跟他做這個互動 互動 對 所以小朋友他記性很好 他可能也許他就因此記得了 我曾經在那個治療的時候碰到小朋友的狀況是 兩個小朋友其實年齡都差不多 大概就是一兩歲 然後有一個小朋友 他呢 他就是很自然觀察大人 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如果說你想要叫誰 然後你就叫對不對 然後一歲多嘛 他可能很多話他都不會講 所以呢 他就是他想要叫那個陌生人 他可能就說 叫那個旁邊的小朋友陪他玩 結果另外那個小朋友一看 他不知道他在叫他 他就很遺憾的說 我叫你 什麼A而已 那這個時候我們去想說 這兩個人 這兩個小朋友哪一個對語言有天分 我們如果從只觀察到當時的狀況 我們可能會以為是會那個A to Z那一個 對 可是也許到他長大之後 是那個他其他字他都不會 可是他知道可以用AA 來叫他陌生人 這個孩子他可能成就更高 對 所以可能有一些的那個 我們原本知道的觀念 也許爸爸媽媽可能需要 稍微多想一下 對 所以也許他有天分存在 但是後天耳濡目染的環境 對 那個潛移默化才是重點 所以希望孩子有什麼強項培養 我們就要營造那個環境給他嗎 對 然後還有觀察孩子 即使說有的時候是他記性很好 那有的時候也要特別注意說 是不是孩子他可能特別偏重 在某一些的部分 對 對 所以他那個營造環境 這個要問小黃 小黃就很了啦 從小家裡聽說不是 醫師刨就是手術刀嗎 這樣 就是聽整齊 家庭用牛排用手術刀摺 湯池 唉唷 自己都還孩子不狠 好 第三個問題是 孩子語文好 數學邏輯不好 要補償的是數學一面 跟不上別人 這樣是對的嗎 好 來 認同的嗎 請舉 請舉牌 如果他真的基因就不好 你還要特別加強那個 他很辛苦 你都不曉得 台灣的教育部 是怎樣發展的好不好 如果說 你看 照他的方式 我這樣養我兒子 我跟你講 他應該是在爆鼠 不知道他基因 然後每天在機械頭走進去吧 回頭過這個問題 如果一個孩子 英文或是語文很好 對 他數學不好 有可能是在他 他